本期话题 宫外孕打掉最佳时间 主讲嘉宾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孙小光 只有说在这个宫外明确的发现 有妊娠囊的话呢 才可能诊断宫外孕 在诊断之前我们可能有一些 就是可疑的症状 比如后裙龙又出血 或者是有那个 就是怀孕已经40多天了 弓腔内应该出现胎囊 没有出现 这时候我们就要怀疑是不是宫外孕了 那么宫外孕一旦诊断的话 必须及早治疗 有的时候即便它没有破 没有任何症状 也是需要及早治疗 治疗呢 包括手术或者是药物 那个是各有利弊的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